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泰国警方捣毁了一个由大马人主导的诈骗集团 逮捕了包括两名大马男子在内的9名嫌犯 并追击50多名余党 包括8名大马人 警方调查发现 该集团不但在泰国行骗 业务也遍布东南亚多个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柬埔寨和香港 这个诈骗集团通过虚假投资 在泰国骗走了超过50名受害者的财物 涉及金额高达8亿泰铢 折合马币约1.05亿令吉 泰国警方指出 该集团首脑巨性是一名42岁的大马张姓男子 同时落网的大马人 还有一名26岁的李姓男子和他30岁的泰国女友 估计该集团有超过50亿泰铢 也就是约6.58亿令吉的资产在网络中流通 行动中 警方除了查获该集团的20个加密货币账户外 还查获84个银行账户 金额超过2000万泰铢 约262万4751令吉 同时也起获33台电脑 65部手机以及一系列奢侈品 包括豪华汽车 包包和品牌手表 把焦点转回大马诈骗分子 利用人工智能AI技术模仿熟人的声音 向目标人士谎称急需帮忙 骗走对方的钱财 马清全国总裁正林士顺 因钱哥哥传来一则 紧急求助帮忙转账的WhatsApp讯息 加上AI模仿的一模一样 声音流言 结果不慎掉入诈骗圈套 损失4800令吉 诈骗集团冒用这名钱哥哥身份 相信已经传送帮忙转账讯息多达数百则给施主的好友 到处撒网找猎物 至今已经上当的证实有三名受害者 这名被冒名的钱哥哥 是来自波德圣诞A新村的严登凯 是雪邦时围先小馆东主 严登凯说 他自己在昨天下午2时 收到一则WhatsApp讯息 要求他按入一个连结 他以为是更新手机程序而照做 他说 他妻子收到他要求转账讯息而起疑心 因此立刻打电话给他查询 而他过后知道有人冒用自己身份 就尽量通知朋友不要相信 可是还是有三人已经上当 他表示 所有讯息内容都一样 都是在昨天下午开始 指自己的银行出现问题 要求朋友帮忙转账1比4800令吉 去一个巫义女子名字的银行户头 并保证会在下午5时之前还钱给大家 严登凯过后 已经连同林士顺向雪州双西比利警局报案 除了假投资和博取同情 老千甚至一连盗用两间神庙组织的资料 以神之名 图逞诈骗之时 骗取善性的钱财 说的是 击打双西大年 英风坛的税官捕运照片被盗用 而马六甲大二爷博妙则被冒名 在社交媒体上行骗 英风坛李氏在得知消息后 透过对方留下的新加坡电话号码联络对方 假意要捐钱 从而揭发骗子的诈骗手法 谈主刘建中说 对方表明没有组织的银行户头 说只有盈利的神庙组织才会有开设户头 因此要求善性通过线上转账到一个新加坡银行的户头 还强调捐款要用新币 刘建中表示 他们就说不懂得线上转账 对方转而给了他们一个 有马来人持有的本地银行户头的号码 表示后者是该庙的保安人员 会协助提出捐款 交给庙方 后来 疑似不堪英风坛李氏的连番提问 说话 有新加坡口音的诈骗分子 就直接把电话挂断了 英风坛事后 已经报案处理 老千诈骗手法层出不穷 真是千不厌诈 光明日报提醒你小心再小心 来关心政党消息 日前已确认加入公正党的土团党前 最高理事穆罕默法伊兹预告 将会有更多来自土团党各阶层的领袖和创党人士 陆续加入公正党 马新社报道 穆罕默法伊兹暗示 在土团党今年举行党选前 土团党党员跳槽至公正党的情况会更为明显 他表示 跳党潮将从雪州开始 包括基层党员及担任党职者 另一边乡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塞福丁证实 将有来自在野党的人士 跳槽到公正党 且他们都是现任或是前任的党领袖 他在接受马来西亚前逢报时指出 该党已接到上述人士的入党申请 换个新闻 卫生部长祖基菲里 今天凌晨一次肾脚痛 被送往医院急诊室就医 卫生部文告指出 祖基菲里情况已经稳定 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这节新闻给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收看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需要进一步资讯 请随时访问光明日报网站或脸书 愿您度过一个愉快的晚上 我是光明AI主播 我们下次见